中國戰狼趙立堅嘴上功夫一流 但如今自己反而成為話題焦點 對著鏡頭露出淺淺微笑 就是這張照片讓輿論炸鍋 因為拍攝和上傳照片的少女 稱趙立堅為叔叔 和趙立堅疑似關係匪淺 而這名少女的抖音帳號 也被網友翻出來 發現少女生活優渥 不僅經常出入中國高層聚會 還平平在抖音高調炫富 秀出超過五千萬人民幣的入賬收據 下方餘額也是一般市井小民 看都沒看過的天文數字 少女是不是趙立堅的侄女 引發中國網友討論 但消息曝光後 少女抖音內容全數煽光 這大動作更加深 外界揣測 身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卻頻頻搶佔新聞版面 家暴罹患情緒障礙 負面消息一羅框 如今又傳出疑似親侄女 靠著叔叔的高明氣炫富 戰狼私生活精彩程度 完全不輸官場 三立新聞和深報道